看鏡頭 Hello 她是阿C 她是阿Y 我們九位的Datation Vlog 實在太滿太滿和太滿了 今天我們找了一間新酒店 非常日系 可以懷念日本的旅行 指一下人 GO 好美啊 挖了很多人 超多人 我們全部都是日本指引 今天是星期六 已經特地遲些離開 現在是兩點九個字 都還要排隊 如果大家是weekend來 三點會比較好 Oh my god 剛才我都要健康申報 Datatat 還沒有一支筆 基本呢 筆就是這樣放 我很信奏一拿一支粗 我拿到iPad 就拋了這支 有沒有旅行的感覺呢 不錯 是漂亮的 真的嗎 我這樣叫不叫味 都不叫的 好 好 哇 做什麼 在開櫃子 對 哇 這裡很漂亮 哇 哇 我還沒試過呢 一進一間酒店房 感覺是很新鮮 跟我們傳統認識的酒店房 是很不同的 漂亮 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非常之日系 即是我們現在袋子 什麼都還沒脫的時候 已經忍不住要介紹這間房 我們選了一間是 Tatami房 來的 外圍這裡 非常之日系的 Tatami房 馬上要做個姿勢 全部落地坡 用了和風窗簾 好有感覺 還有這麼日系的感覺 就是這些這樣的 開門啊 和那個洗手間 開放開了 身處在這間房間的正中央 這次我們就是 哇 兩個升盤 不用搶 旁邊這道門呢 它是棋缸來的 這間酒店是有浴缸的 有Studio那一間房 去過日本的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它是日本的廁所 可以洗屁股 坐下去會暖暖的 一間酒店都是用了一個Smart Living的概念 都是配置一個Tablet 讓你去操控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要打電話去前台 用這個Tablet 我收拾它 哇 你猜不到房間的感覺是這麼日本 今天還要這麼漂亮的光 先拍照 我們叫了兩杯 哇 超級新鮮 精神 阿娃喝完應該馬上不晚睡 嗯 挺特別的 很新鮮 還不錯 你很毒 多一點 看看阿娃 又在拍照 這個人睡了 有膠 今晚呢 就會試這個西班牙的小食 你當 哇 好像有很多 好香啊 好肥大呀 油甘魚 平時呢 我是不會吃的 來到這些地方呢 我就不會吃了 他加了些熱湯下去 給我們馬上趁熱吃 好香啊 那是什麼湯味 怎麼樣 淡淡濃 好香 濃的湯味 應該是龍蝦 很嫩 我要喝一些汁 龍蝦湯的味道 太龍蝦湯了 不是特地 吃嗎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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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湯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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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一起吃三文治的麥皮 黑松露 不知道什麼 好香 黑松露味 要用手吃才好吃 滋味 你明不明我為什麼我喜歡吃西西狗 這些 特別好吃 你不覺得嗎 我可以說 我吃完之後 我會再想吃 我還沒說 哈哈 先加檸檬 雞肉 香 哇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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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很辣 一百好像是肉 很濃 很濃 叉燒味 這個 超好吃的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很棒 所以說 沒有一種吃辣 像阿Y那麼嘴鵬 我嘴鵬 我什麼都放在頭上 你的嘴鵬 沒有伏 吃這個 好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 我會把好吃的留到最後 但現在我每樣東西都只剩一顆 每樣都很好吃 所以 阿Y已經是 沒話說了 水煮蛋 飯糰 我遇到它爆 沒有 鏡頭 嘴鵬 嘴鵬 這隻 我買的吃到 多麼厲害 這個水煮蛋 特別不同的 沒有試過這樣 但咬下去是淋滋滋滋 這些就是 酒店吃的分別 飯怎樣 很棒 小公公的 他取笑就是咬下去淋滋滋滋滋 香 到我了嗎 到我了嗎 我都是我的 只剩一顆 牛鮮還是炸飯糰 牛鮮太棒了 一口 慢慢在裡面 浪一下 哇 這個牛是回甘的 吃到尾是有一股甜味 再回頭 好棒 這個 炸飯糰還是水煮蛋 當然是水煮蛋 放在最後 新鵝 天旋地轉 很新鵝 最後 爆汁那個 不可以一口 一口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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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捨得吃 我幫你 不行 你就想 把最後一半再切一半 再切一半 打破了 朋友 是不是很奇怪 這個 我以為你怎麼吃完 你幫我吃完 你很喜歡吃 你很喜歡吃 吃了十樣東西 精彩 十圓十味 裡面 我正在等一口 謝謝大家 餐廳 我的胸口 也不只沒有幾個 需要吃完 這個 你一定要吃到 是否很科华呢 後面的顏色 早安 現在上午8點多 我們現在是掃眼的狀態 平時也是掃眼的 昨天失策 沒有戴眼鏡 令我現在一朝都大狂 還沒睡醒 買了一杯拉器 又拿了橙汁 為什麼呢? 老夜要喝茶 要不要這樣啊? 腸、煙肉 很香 很餓 又說這麼早 吃不久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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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們這兩天一夜的日是Staycation 就完滿結束了 你覺得怎樣?我選得好不好? 很好,很驚艷 因為這裡拍照打卡非常好 食物方面非常滿意 而且非常高質 現在有興趣都可以來試試 很推介的 我們有機會再來 對 拜拜 剛剛昨天買了新相機 他不斷在拍攝 你看他機不離手 好